我覺得北水他們的部份有多短炒 所以我還是要維持 都是要看外資肯不肯進來才是最重要 這個因為這樣才能夠連推動整個大指數 因為外資買的股份大部份都是指數權重股 這個整個Basca不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很可惜 如果我們看外圍的ETF 即MSI中國指數相關的ETF 都不見有太多資金流入 所以我估計暫時資金流就差一點 再加上你始終外圍這段時間 一來這個季節性仍然都是維持 即到九月的時候通常都是仍然偏踏的 反而很多市場是未必要到十月初才見底 如果你說看季節性 反而大家都是九月份是見底的 如果你說是整體大部份的市場 所以九月份可能初時的氣氛都會是差一點的 這個就是外圍的 我估計最重要的 除了你說是季節性因素之外 另外就是因為 始終最近美國那邊 大家開始怕通勁上升 看到一些ISM數據好像升了 最重要我估計都是油價絕對被人操控 所以就被人夾了上去 這個之前都說了大家要想回 下半年這段時間有機會出現大家害怕通脹回升的跡象 這個是外圍的因素 但是我們自己 始終在內地上 反而出了一些經濟數據不是太差的 但是未去到有一個趨化劑的情況 因為內地我們見到 例如出口數據和入口數據 都有相對慢慢轉好一些的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又不需要太悲閉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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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